好 那跟大家報告一些這個本土個案的定序 的進展 那我們今天比較多增加的定序 結果都是在這個跟嘉義婚宴有關的個案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同餐廳就是同一天 3月13號在這個婚宴場地 耐斯飯店用餐而確診的總共有10位 目前定序都已經出來 都是同一個陶基設計師 這邊一直以來的這個序列 那跟其他這個 個案都相同 所以目前來講 就是這一期的 群聚應該可以確定就是這個序列所造成的 那本週的這個進外移入的定序結果的話 我們有 增加66例的Omicron 那依然是沒有Delta 那這個 所以累積目前是這個 1291例的Omicron的病例 其中874例是境外 那本土是417例 那目前來講 這個境外移入的Omicron 還是以東南亞居多 不過也有看到就是說 歐洲跟 每週這邊來的個案 Omicron又有點在回升的一個趨勢 可能就是跟 這個BA.2 在這些其他的區域又開始流行 有一點關係 所以這 這一個國際上的疫情 目前也沒有說完全都處於 降溫的階段 除了東南亞之外 我們也是要注意 其他來源國的這些風險 那在這874例的年齡分佈 還是跟最近是以這個 境外生 商務課為主的這個移工的趨勢有關 所以 目前年齡層的分佈 還是以這個 二三十歲為最大宗 男性比女性多 那這邊要再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這週有新增一 例境外入定序確認是Omicron 重重症 以上的個案 它是屬於中度的肺炎 那這是70多歲的非本國籍男性 他在3月上旬入境 本身是有高血壓跟糖尿病 曾經接種過三劑的疫苗 其中前兩劑是AZ 第三劑的話是在去年的10月打了一劑的BNT 那入境後的第五天 開始有輕微的咳嗽 那用我們公費提供的快篩 在防疫旅館裡面 檢驗是陽性 那確診是這個 COVID-19 那定序結果也是Omicron CT值是12.2 那它因為在就醫的時候 這個血氧飽和度有偏低 X光片也有看到是有肺炎 所以就住院隔離 並且有使用瑞德西韋來治療 那治療後 這個病況就有穩定改善 也沒有需要使用氧氣來治療 那都一直住在負壓隔離病房 沒有進到ICU去 到有時候會把氧氣勾持住在平常上 所以就住在平常上可行有負壓隔離